我剛在這裏發現有 Pokemon 水渠蓋 他說在這裏出去 在這裏有 找到去啦 正當東景一大熱到直壁近四十度 想不到日本有個地方 六月底還可以涼到著長袖三王 就算七月都是這樣的氣溫 真正正的避暑勝地 其實我都是第一次夏天來到北海道 而且是東北部的網走市 看出海,對面就是俄羅斯 網走最出名當然有流冰體 所以每年很多旅客都會在一月至三月時期觀賞 另外還有巨大的博物館網走監獄 當時是為了懲罰囚犯和開拓北海道而設 擁有好心明治時期的西洋色彩 而除了這兩樣,大家知不知道網走還有以下的景點呢? 還沒去過,沒關係 這次就讓我和大家一起去感受夏天的網走 還沒開門啊 我來到柳冰街的網走 不是這裡啊,是這裡啊 現在是早上八點半小時 我這麼早來到這裡,你做甚麼呢? 看人生第一次看的瓊魚 我們上船之前因為都挺冷的 雖然現在是六月中了 東京那邊應該是很熱很熱的 但是這裡是十多度 好像冬天一樣,香港冬天 這艘船除了可以看瓊魚之外 還可以看海豚 現在正在進行安全說明 這位船長很詳細地講解 現在的天氣狀況,海浪狀況 我沒有去看瓊魚和海豚 其實網走的岳霍刺黑海 是日本其中一個瓊魚基地 如果大家聽過日本人會吃瓊魚這個文化的話 沒錯,網走其中一種當地料理 就是瓊魚刺身 不過我就對瓊魚興趣大一點 而原來每年四月至十月期間 就可以觀瓊、觀海豚、觀鳥三合一 網走市觀光協會網站上 更有出現機會可以看到 出發前可以參考一下 好緊張啊 真的非常厚眼力 看到什麼都以為是瓊魚海豚 但又不是 唉,如果坐三個中船 什麼都看不到都會失望 正當在我有點氣餒的時候 奇蹟就出現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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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 嘩 大家看看這個奇蹟 這個奇蹟 動物大千載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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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他在水底 嘩 嘩 好清晰 嘩 好大隻 他們不害怕 好朋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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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 清晰 他們這麼近 他們跟我們打招呼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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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游過來 他真的游過來 任務完成了一半看到海豚 但還有最重點的鯨魚 你在哪裡 我們要用海豚音去叫他 否則聽不到 嘩 各位又回來了 這個船程真的非常奇妙 因為我真的看到海豚 人生第一次看到野生海豚 雖然海豚是不同品種 和水族館看到的灰色完全不同 雖然今次看鯨魚的目標失敗了 但又看到很多海鳥 也是一個驚喜 有一半是觀光 有一半是學習的 整個旅程是三個小時 相當之冷 今次是六月中 六月底去的 是沒有想過這麼冷的 真的冷到會打爛陣 去到某個位置 所以要穿上大衣 很多同行的團友 是戴了拉帽 好像穿上Skiwear去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要留意這件事 而且也挺大風暗的 浪我覺得可以的 不算太大 一時時看過天氣狀況 今天也可以的 但其實船裡是有室內和室外的 可以在室外拍攝後 可以進去室內 先休息一下 然後再出去 都可以的 所以三個小時 其實很快 而且今天真的很開心 因為可以看到海豚的賣大包時間 它不停在我們的船上 周圍穿插 很友善 好像朋友一樣 我不知道它是因為覺得我們有東西吃 是純粹真的很友善 所以是不停在我們面前表演 都游來又去 好開心 好多謝他們 開心 回到樓兵街道網走 建築物外 有片頭出現過的Pokemon水渠蓋 裡面又有餐廳 有手信買 有寄存行李服務 有觀光中心 有巴士時間表 也可以在這裡租單車 先介紹一下 踩單車租的價錢 租三小時是1500日圓 租一日是2500日圓 另外還要付岸金1000日圓 我提醒大家 因為在網走市開車 距離也不近 所以如果去能取格那邊 大家可能預留兩三小時最少 但如果想多去些地方 其實最好是半日至一日便會更安全 好 享受 出發了 Go Woo 我現在沿著岩石進發 聽說這個岩石可以進去裡面 很多遊客都不知道 是當地人介紹給我的 網走真的很適合踩單車 雖然今次去的時候是陰天 但想像一下天氣好的時候 南天碧海深曠神異 雖然沿途有點山坡 但幸好租的是電動單車 所以上車也不用太用力 加上又不會太熱 輕輕送送鄧子豐 各位我終於來到能取甲的燈塔 黑白色的燈塔 海角的斷崖 冬天是觀賞流冰的絕佳地點 夏天就是一片無敵大海景 確實是日本的天涯海角 現在很餓 先吃個午餐 網站站對面有間餐廳 這是一間叫Arcadia的意大利餐廳 我看到這裡有一個獎獎的餐單 是吃無蟹 Mozzarela cheese risotto 還有最受歡迎的是 網走產生海膽 再加Ibarra Ghani cream pasta 它使用了很多網走產的食材 去製造他們的意大利餐 讓我試試網走意大利餐 這是家庭式餐廳 份量相當大 還有很多賠償 還有小食 還有湯 看看這是有無蟹的risotto 有很多材料 有蕃茄 有蕃茄 有很多茄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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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蔬菜 有很多茄醬 有橄欖油 有橄欖油 我知道大家在想甚麼 來到網走 怎可以不去看溜冰 但現在是夏天 夏天不會有溜冰 但其實在一個地方 真的有溜冰放在裡面 就是這座Ohotsuku溜冰館 它真的在冬天的時候 拿了溜冰放在這個館裡做珍藏 來到之後可以看看影片 可以了解到溜冰的風景 然後在這裡有一個Panel 可以由英文簡體中文 文體中文和韓語的說明 你會看到三月是非常多溜冰 湧進來的 三月五號 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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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號 看來真的五號 是最多溜冰 你會看到1975年的時候 有非常多溜冰 但有一年 八九年幾乎沒有溜冰 而逐漸去到2022年 你會看到量減少了很多 以前我並不太喜歡行水族館 但來到日本之後才發現 這裡的海洋生物 真的超越我的認識 特別是在極端天氣的地方 例如網咒 就有一種稱為溜冰天使的小生物 雙翼啪啪啪好像很有趣 但在去捕食的時候 頭部是會分裂成為兩部分 伸出觸覺 步爪獵物 看起來有點恐怖 而春天來到的時候 就會跟溜冰一起 從網走沿岸消失 是否很不可思議呢 而館內還有一個-15度的溜冰體感館 可以讓大家過冷學 好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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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一雪 人都精神翻了 好冷呀 好冷呀 三樓設有360度展望Terrace 可以看到周邊各個湖泊和蓮峰 他們的藍白色焦糖炎味的流冰冰雪糕 我以前都不明白 為什麼每次來到北海道都吃這麼多雪糕 但隨著來北海道越來越多 因為北海道的牛奶真的特別好喝 所以吃完雪糕 我又再去吃甜品 哇 這個蛋糕很漂亮 櫻花杏仁454日圓 水果 芒果布丁583日圓 這麼大的肉蛋糕才是410日圓 這些甜品很划算 還有幾款網走布丁 剛才我遇到很大的煩惱 就是選什麼甜品 因為很多都很漂亮 特別是櫻花 但我最後也是選了網走的芝士布丁 嘩 嘩 嘩 好芝士 整個芝士包在口裡的感覺 其實這是芝士布丁 回到車站了 大家可以看看這條JR線 有一個車站 原來只會期間限定開放 就是臨時的圓生花園站 現在就是臨時期間 所以就去看看吧 這個印超美 推薦大家印 它是流冰款 我現在是上了JR的車 從網走站到小青水原生花園 這一個站 網走在冬天固然是冰些雪地 雪同冰 而在夏天有些花蹄 和綠色的樹 大家平時在日本 有些花田和花園 通常都是人工的 但這就是特點在於 原生花園 所以是野生花 讓我找找些花 如果天氣好 我覺得挺漂亮的 就是會是一個很輕鬆 讓你散步的花園 因為花其實也不是很多很密集的 一粒一粒在草地上 雖然沒有經驗的花海 扮有原始的原生花園 觀賞大自然最珍貴一面 相信就是網走的特色 不要以為樹上白色的花 有蝴蝶的 真的有很多 我們每個都懷疑 它們因為太冷 所以不動 就像我們一樣 人也是這樣 太冷了 你們的皮膚 我不想動 拉出入智 marriage zna-傳出道 這帶我們來看 很輕鬆鬆散步的地方 可以看海景 可以看花 我記得是在日本最北 中間水浜 噢!是不是沙沙河 原來就是這些沙含有石櫻的量會比較多 我們看看 它真的有些白色黑色 有些透明的 為什麼有這麼多透明的 這個是自小聲 這次這個旅程除了充滿絕大自然的元素之外 也很淡秘 我現在來到一個車站非常懷舊 叫做北斌站 車站的牌子已經刪除了 而這個車站的最特別之處是 全日本最近沙吾海的車站 第二就是這個車站很烈奇 看看吧 可以看看 這裡整個車站的內裝是無人車站 而全部貼滿這些是卡片 很多很多很多 還有為什麼它貼上天花板呢 這裡還有一個展望台可以上去的 嘩 很漂亮的 因為如果是冬天的時候 這裡全部都是流冰 整個海都 那下面就是電車 嘩 可以拍到電車加流冰的絕景 這個地方很推薦 雖然現在陰天 其實陰天也有一點可惜 但是如果是藍天也已經很漂亮 嘩 試過 其實在網走也有一條商店街 我看到嗎 現在去吃晚飯 今晚去吃海鮮 這個是流冰啤酒 是藍色的 給大家看看 來網走吃什麼好 點餐的時候 記得點最出名的 毛蟹 海膽 凡臘杯 還有這款紅色的喜芝池 不是全部紅色的魚都是紅衣魚 也不是大眼的魚就是大眼雞 喜芝池 出名肥美肉嫩 還有我最喜歡吃的花魚 看多大一條鯨魚 看多大鯨魚 這個真是必點 超大 這個可能是最好吃的 這個鯨魚 超多肉 剛才提過當地人會吃鯨魚 所以有部份餐廳會提供鯨魚料理 各位 今次採訪網走的景點 介紹就到這裡為止 其實還有很多景點還未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有看過 黃金神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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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動畫畫 可能也知道 在網走有一個 跟它很有關係的景點 就是網走監獄 所以很希望大家來到網走 都可以去拜訪一下這個地方 另外 今次我吃不到 一個網走名物 就是 毛蟹 本來昨天在居宅是想點的 賣光 希望下一次 大家來到網走 吃完我那份 除了是自家之外 其實還有巴士 無論是在當地的機場 即是女滿別機場 或是在網走市內 也有行走班次 帶大家去運 網走各個比較出名的景點 另外也有JR JR是去滋藏 北見市 都可以去到 都可以由窄房去這裏 或是回去都可以 好 希望今次我們介紹 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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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傑